10月3日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F-35戰機 在日本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上完成起降測試 這標誌著日本將迎來二戰戰後的首艘航空母艦 我們先來看段視頻 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報導道 來自海軍陸戰隊第242中隊的兩架F-35B戰機 從美軍駐日本基地起飛 飛往出雲號 測試出雲經過改裝的大甲板 是否能夠接納F-35短距起飛和垂直降落 出雲號雖然名字叫直升機護衛艦 但現在可以說是一艘輕型航空母艦了 出雲號滿載排水量2.7萬噸 採用類似航母的貫通式甲板 機庫可以容納14架直升機 最多可以攜帶20多架直升機 同時起降操作5架直升機 沒有問題 艦上有4具LM2500燃氣輪機 它是由美國通用電器授權日本生產的 最大航速能達到30節 出雲號經過現代化改裝之後 單單機庫就能夠搭載10到12架F-35B 日本共同社撰文表示 改造後的出雲機竟然可以搭載18架F-35B戰鬥機 而日本將一躍擁有東亞最強大的航空母艦 其實出雲從設計時出 就是在為未來改裝成航母做準備的 我們知道美國F-35的計劃是在2001年 由洛克希特馬丁公司中標的 當時的方案就決定了 未來會有能夠短距起飛 垂直降落的F-35B型 而很多美國盟國的兩棲攻擊艦 經過簡單改裝後 就可以搭載F-35B 瞬間變成航空母艦 就在F-35B中標的同一年 2001年 日本公布了未來海上自衛隊的 新型直升機驅逐艦的想像圖 到2009年 日本防衛艇正式編列預算 開始出雲的設計和艦載工作 出雲機有兩部升降機 前部升降機位於上層結構前端左側 而出雲機的後部升降機 則移到了艦島的後方又弦 面積更大並且是弦外形式 能夠操作大型的艦載機 飛行甲板的長度也足以讓F-35B 不靠滑越式的甲板進行短距起飛 可以說出雲從設計之初 就是為了以後搭載F-35而設計的 首艦出雲號在2015年3月25日交付日本海軍 同年第二艘加賀號下水 作為一個嶄新服役的軍艦 僅僅三年之後 出雲就放出消息要進場維修了 難道是日本製造有什麼問題嗎 2018年12月 當時日本內閣會議通過防衛計劃大綱 要求改裝出雲號搭載F-35B戰鬥機 出雲號的改裝工作分為兩個階段 在2020年3月 橫濱開始了第一階段的改裝 改裝的是飛行甲板 將使得出雲號能夠起降F-35 今年10月份 駐日美軍的F-35B在出雲號上完成了飛機起降測試 這就意味著出雲號已經能夠搭載F-35進行作戰了 但這個時候的出雲號 離航母完全體 其實還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日本自己目前並沒有F-35B 日本目前已經訂購了42架能夠垂直起飛的F-35B 日本空軍已經從2018年開始接收F-35A型 但是垂直起飛的F-35B要到2024年才開始交付日本 最先的一批6架將部署到新田原空軍基地 第二點 出雲號還有一個第二階段的改裝計畫 在2024才年末進行 出雲號的建手形狀將從目前這個梯形變成巨形 使F-35B操作更容易 而內部的艙式改裝也在計畫之中 出雲號還有一艘姐妹 嘉賀號 將一次性完成出雲號兩部分階段改裝的工程 嘉賀號改裝計畫在2021才年末進行 改裝需要14個月 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的航母 它不叫航空母艦 一個是前蘇聯 前蘇聯是因為領導人不喜歡航母 所以航母不僅發展的版 名字也叫巡洋艦 比如 庫茲涅佐夫級叫重型航空巡洋艦 它裝備了接近有200克的導彈 飛機帶的不多 只有20多架 航空巡洋艦也說得過去 而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日本 出雲號的名稱叫直升機護衛艦 現在搭載的F-35是既不直升機也不護衛艦了 你見過滿載27000噸的護衛艦嗎 一艘出雲機就頂10艘護衛艦了 出雲要是算護衛艦 那055和伯克級只能算導彈艇了 日本和蘇聯不一樣 日本一直以來就想建造航空母艦 但是日本的和平憲法第9章就規定了 日本不能擁有攻擊性航母 所以日本的航母之路走得非常小心謹慎 一次往前挪一點 最後是溫水煮青蛙 現在已經煮成粥了 日本發展航母大體上分為這麼幾個階段 日本早期的直升機護衛艦比如真名級和白根級 他們真的是直升機護衛艦 每艘可以搭載三架反潛直升機 為什麼要三架呢 因為日本人當時大體算了一下 對一艘核潛艇有效的跟蹤 大概就需要二到三架直升機 而日本自衛隊作為美國第七艦隊反潛大隊 他們的重要任務就是反潛 反蘇聯的潛 造一艘搭載三架直升機的反潛護衛艦 跟著蘇聯人到處跑吧 我們這裡稍微解釋一下這個名稱 在日語中 所有的這些軍艦都叫反潛護衛艦 或者是直升機護衛艦 但是到了英文的翻譯 它叫成Destroy 變成了驅逐艦 而在中文翻譯裡面有叫它護衛艦或者驅逐艦 我們這裡通通簡稱護衛艦 日本第一次向航母方向做嘗試 是在大禹級登陸艦上 大禹級登陸艦是一個非常奇葩的設計 作為一艘登陸艦 它竟然使用了全通飛行甲板 你用全通飛行甲板就算了 為了減小爭議 日本海軍自衛隊 只是將大禹的飛行甲板後半部分塗上了防滑塗料 這就意味著你只能在大禹級的後半部分起降直升機 可是這麼做就讓停放在前半部分的車輛和人員 在風浪中吃了大虧 所以日本一看 名正言順地將所有的飛行甲板全部塗上防滑塗料 像義大利的聖喬治級登陸艦 它也用了全通甲板 但主要原因是聖喬治級登陸艦排水量比較小 需要全通甲板來加上甲板的長度 方便起降直升機 雖然大禹級有全通甲板 但是大禹級並沒有任何機庫 在甲板下方有車輛甲板和登陸艇甲板 寬度只有15米 直升機在甲板內部都很難轉身 有兩部升降機 前部升降機的尺寸只有14米乘6米 難以運載大型飛機或直升機 雖然大禹級稱之為船屋登陸艦 但是日本自衛隊只是將它作為運輸艦使用 因為它的船頭既沒有向前開放的門 它本身也沒有直接登陸海灘的能力 大禹級能夠搭載90式戰車18輛LCAC登陸起點船兩艘 因為它的甲板寬大 還可以停飛MV-22魚鷹 以及CH-47支弩桿直升機 但是這些大型飛機本身 並不能通過升降機進入車輛甲板 綜合來說 受制於設計 大禹級雖然有全通甲板 但它並不具備改裝成航空母艦的能力 它甚至能操作一些大型的旋翼機都存在困難 起降中型直升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禹級登陸艦的實質就是 日本海上自衛隊為了實驗全通甲板而做的一艘運輸船 在設計之中 就可以看到日本自衛隊受制於和平憲法和輿論的壓力 導致大禹級設計的四不向 既不是兩棲攻擊艦 也不是船屋登陸艦 也不是輕型航母 在我看來大禹級有著兩棲攻擊艦的外表 好像有改裝成輕型航母的潛力 但其實只不過是一艘能夠起降直升機的運輸船罷了 大禹級之後 日本第二個嘗試就是日向級直升機護衛艦 和大禹級相比 日向級的職能和設計就清楚多了 其實日向級的設計一直在變化 1999年的時候 日向級最初設計方案曝光 艦體中部還有大型的上層艦隊並沒有使用全通甲板 到2005年 日本海上自衛隊最終敲定了日向級的設計 日向級直接使用了全長197米的全通式飛行甲板 幾乎就是以輕型航空母艦作為藍本進行設計的 日向級的滿載排水量達到19000噸 超過了意大利的加利波地級輕型航母 和西班牙的阿斯圖利亞斯親王號 日向號2006年開工 2009年3月18日服役 2號艦11號2011年3月16號服役 日向級甲板上可以同時操作四架大型直升機 右側艦島裝備日本自己研發的四面固定式 FCS-3改有源相控陣雷達 艦尾裝備兩組8連裝16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裝填海麻雀防空導彈或者火箭助飛魚雷 對於航空母艦來說 它的火力不差 日向級的兩座升降機長度也要大得多 前部升降機長20米寬10米 後部升降機長20米寬13米 像美國海軍的魚鷹輕轉學役機 在日向號上起降並進入機庫內部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日向級也有了自己的機庫 它長120米寬18.5米 這個機庫已經和歐洲一些輕型航母的機庫大小差不多了 日向級設有大型機庫但是並沒有設污艙 這又意味著日向級就是以海上置空為目的的 它並不像兩棲攻擊艦一樣設立污艙 可以供登陸艦船使用 但是日向級畢竟噸位相對小了一點 對日本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 於是在日向級的基礎上日本設計了最新的出雲級直升機 出雲級全長達248米寬38米 滿載排水量高達27000噸 同時裝備兩具海公洋防空導彈系統和兩具密集陣進防系統 最多可以搭載28架個型直升機 不過設計出雲時 日本要求經費要比日向高出不超過11% 但是噸位卻多了40% 所以出雲級為了減少成本 就減少了原本日向級上的垂直發射系統 此外 出雲級另外增設了日向級並沒有的車輛滾裝甲板 它可以容納陸上自衛隊3.5噸級的卡車50輛 運送400名戰士是沒有問題的 出雲級還可以儲存3300噸的燃油 能為三艘海軍自衛隊的驅逐艦進行海上燃料補給 出雲級的綜合作戰能力相比日向級有大幅度提升 我們從大宇級日向級出雲級的命名就可以看出日本的用心 大宇級三艘用的都是日本有名的稻米 而日向和出雲用的都是日本古國的名字 日本古代將全國分為72個國 出雲國就是戰國大名名字經久的老家 而加賀國是戰國末期錢田利家的領地 日本將出雲和日向用日本古國命名 其實就意味著從射擊之初 這些直升機護衛艦就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最強戰力 而大宇級只不過是日本實驗性質的一艘過渡船隻而已 世界上第一艘專門建造的航空母艦 就是日本的鳳翔號 鳳翔號1919年開始建造 1921年下水100年過去了 2021年日本人迎來了二戰後的 第一艘真正意義上的航空母艦出雲號 在未來我們將看到裝備了航母的日本海上自衛隊 在亞太和台海局勢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我是子定 歡迎大家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我們下期節目再度結束 我們下期節目再次一安排